大家好,这是游戏废人 今天要来介绍单人野地首领XXX的攻略法 其实这次首领的攻略法并不复杂 难的只是,有没有办法撑得下他的攻击 虽然官方有推荐对应角色 分别是二角天王、坎摩登以及弗灵 但我个人并不是很推荐带二角天王 一来二角天王他本身是水属性 即使你可以抵挡寒气,但他提供不了多少伤害 再加上补血能力也远不如坎摩登还有弗灵 所以我个人是带弗灵通关 那当然比较理想,我个人其实是比较推坎摩登 只是因为我的坎摩登超越太低了 所以技能冷却时间远不如弗灵 我的弗灵已经超6 所以技能冷却时间只有11秒多而已 补血算是放得特别快 因为我并不是用四滑打 如果用四滑压力可以轻松不少 一来是弱点,所以伤害比较高 再来就是四滑有自补能力 所以补尸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像我自己本身是用独队打 像用唐迪月当主输出 优兰当队员输出会比较高 问题是如果我用唐迪月 就不能带攻击专用回血技能 差那一个技能,我就撑不下去 所以最后我变成还是用优兰打 而且即便如此,还是会非常的吃运气 虽然我第一次攻略是没有带马强过关 但打起来其实非常的不稳 所以最后变成我是有带 家族秘技的补血 加马强,加弗灵 而且弗灵跟马强都是超6 这样子才扛过去 当然如果你有高练度的四滑 就可以轻松很多 接下来就要介绍XXX的攻略重点 因为XXX本身的血很多 为了要维持火力 所以招式我几乎都会靠闪流硬吃 并没有真正靠走位 因为我有试过靠走位 靠走位即便大部分招式可以不吃 但是不可能一招都吃不到 而XXX最麻烦的就是他所有的攻击 都有寒冰毒 每一个都是20秒 闪流也会中寒冰毒 所以不论如何你不可能避开寒冰毒 只要中寒冰毒你的血就是一直扣 A战斗只有三分钟 因此闪避反而会打不死 因此最后我决定就是 所有招式都靠闪流来扛 首先他的招式也的确都可以触发闪流 所以我们只需要注意他的动作就好 可能从头到尾你一招都不能够吃到 好啦顶多可能吃到一下 但是有没有被打飞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接着就来解析XXX的动作 他的动作其实很固定 首先他会先普攻一下 普攻就不用管他 第一个援泳杀法 这招没有范围就是单体攻击 可以触发闪流 但真的吃到其实也还好 游泳杀法玩最麻烦的就是 即便你触发的闪流 身上都会中寒冰状态 而这时候XXX会先跑离你一段距离 接着施放极空矛 极空矛在独条达到三分之二之前 都会追着你跑 所以真的想要靠走位 也要等到他独条到三分之二再开始走 由于这招走位实在会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极空矛我也是选择就直接用闪流 但是要注意极空矛你绝对要闪流成功 不能被命中 其实极空矛的伤害不算很高 但被命中你会直接被推到画面的最远段 虽然说在这个阶段 接下来他其实会往你跳过来 但如果是牛群出来的时候 你被极空矛打到 就可能直接被打到牛群的另外一边 接下来你会损失将近30秒速度时间 基本上就不用打了 所以极空矛一定要练好 可以百分之百闪避 极空矛结束以后是炸裂矛 炸裂矛就是直接朝玩家的位置跳跃 同样用闪流就好 如果你前面不想被极空矛打飞 也不需要去追王 就直接等他用炸裂矛跳跃就好 不过我个人会更推荐 真的被打飞就重来吧 炸裂矛结束以后是攻破矛 如果你的血量够 这个时候同样可以选择闪流 但如果你这时候血量有点危险 可以稍微迂回一下 因为攻破矛不会追你的位置 赶快走位 跑到他背后去再输出就好 这样子可以省掉一次的闪流 而且因为刚刚炸裂矛已经闪过一次 攻破矛再闪一次 接下来还有一招一定要闪掉 有时候攻破矛你触发闪流 反而会闪避次数不足 造成下一招无法闪避 我自己遇过好几次 所以这时候攻破矛如果要比较安全一点 我会建议干脆直接用走位 走到他背后去就好 这次攻破矛结束以后 王不会喊招式 你要注意看他的动作 他会跳起来 这个跳起来一定要闪掉 没有招式也没有范围 你就只能看他的动作 这招是他全部招式里面最阴险的一招 因为这个跳跃落地的伤害非常高 而且还会被强制晕眩 如果你被晕眩的到他会接下一招连戳 虽然通常你可以在连戳开始的前一瞬间解除晕眩状态 接下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输出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赚到时间 而且还损失了一大隔血 所以这招绝对要闪掉 没闪掉我甚至会觉得就重来就好 闪掉以后王接下来会再放一次炸裂矛 但这次的炸裂矛就不是瞄准玩家 而是瞄准两边 注意看一下王落地位置 我不确定会不会换 我自己本身打王第一次跳 都是你入场的右边区域 不要等到王跳才过去 这方会来不及 我自己是因为有带瞬移 所以可以再多偷一些输出时间 铁角牛出来以后就要跟王黏在一起 拖到铁角牛就是直接死 而这时候王会不断的施放极空矛 注意今天让极空矛的攻击范围面向墙壁 这样子就算你不想要被打到 也不至于被击飞到对面 如果被击飞到对面 要么直接被牛踩死 要不然就是会损失大量的输出时间 不管是哪一个就都只能重来 面对墙不想被极空矛打中 至少还有转环的余地 而且这个极空矛并不会很痛 这里王师放完第一次极空矛 如果你被打中 通常王就会放第二次极空矛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成功的用闪流闪过 那通常王会原地跳 同样没有喊召世民 这个原地跳如果你没有闪流成功 不只会大量损血还会被击飞 闪流成功后 虽然牛群还在持续奔跑 但王的动作就回到了一开始的第一动 就是从圆勇杀法开始 那么就回到一开始的动作 圆勇杀法 极空矛 再来是炸裂矛 接下来是攻破矛 同样的攻破矛结束的原地跳 注意一定要闪掉 同样闪掉以后 王就会准备放炸裂矛 跳到另外一边 这时候就会跳到另外一面 记得提早跑过去 不要等到王独条完才走 王独条完 牛群就出来了 王会连放5次极空矛 就专心闪避极空矛就好 不要被击飞 靠浮灵绝对补的回来 等到5次极空矛结束 牛群也跑完以后 王就会放炸裂矛 回到画面中央 接着再回到一开始的最初动作 继续重复 通常如果你火力不差 这个时候差不多王就可以收拾掉 以上就是叉叉叉的攻略流程 所以才说他的攻略法 就是足够的抗压能力 因为寒冰毒你根本不可能不中 能靠弗林卡摩登定时把寒冰毒消除 如果有高电度四滑或西风 打起来可能会比较轻松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